穿越到大唐 不料被雷劈 带着大唐皇帝来到了抗战时期 贤弟 该用什么方式 送这群倭寇鬼子上西天呢 哼 一切恐惧皆源自火力不足 直接加特林火箭筒轰他压的 对付鬼子 不需要任何人道主义 系统 兑换加特林 火箭筒 兵 已扣除货币值 兑换成功 货币值-2000 走了牢里 咱们去迎接客人 你们两个赶紧投降 二号梅西大佐说了 只要你们只论 大佐有赏 哦 有赏 那可得多谢你们大佐了 既然如此 那我不先送你们鼎见面礼 也说不过去 嘿嘿嘿嘿嘿嘿 よし 中国有句古话 叫做 实施物责为俊杰 你们鼎 两名大大鼎 那你们可要接好了 老李 开枪 爸爸 你们鼎 两名换 随着李二和苏晨 扛着加克林火箭谱出场 这场战斗的天平 已经毫无悬念 一向如狼似虎的鬼子们 这次面对的 是武器装备的将尾碾压 哼 你们这群窝奴 忘记谁是儿子 谁是爹了 看我秃秃死嘎你们 老李 不用节省火力 子弹管够 这一定是幻觉 一定是幻觉 图买路怎么会有 如此强悍的火力 给我冲 给我冲 远处的贾富贵 躲在车后 看的是目瞪口呆 我滴妈呀 这这这 这是哪里的神险下凡了吧 这二号煤气小鬼咋 也要回到娘胎里了 妈呀 这太恐怖了 就要打过来了 算了 渡边小鬼子 不是让我看好 他们的车吧 那我把车 开原点看好了 不也算完成任务吗 排击炮呢 给我用排击炮轰炸 贤弟 他们想用重火力 哼 想的美 火箭头 启动半追踪模式 鬼子排击炮 并还没来的几条 是排击炮 直接被炸成了灰 然而 梅西带着 仅剩的几个小鬼子 还想乘车逃跑 却发现车子不见了 真的 贤弟 还有几个鬼子跑了 在一百二十五点方向 这距离有点远了呀 呵呵 他们跑不出 我的五指山 系统 兑换反坦克炮 先嵌着 说完 一架大炮 就出现在了地面上 我去 贤弟这是什么武器 看着比我那意大利炮帅多了呀 呵呵 高倍镜 丹发 维里达 这是狙 啥 还有这么大的狙 随着苏晨扣动扳机 轰隆声中 几个小鬼子直接被炸飞天 哼 小日子 我让你们与太阳肩并肩 巨大的动静 吸引了驻扎在附近的游击队 刚刚是什么动静 难道我们没有甩掉鬼子的跟踪 老五 有一对鬼子 已经摸到村子外面了 还有两个老百姓冲出去说要打鬼子 哼 还打鬼子 我看他们就是给鬼子通风报信去了 炮声停了 小猪 你去照顾伤员 咱们快去看看 随着老罗一众游击队员来到战场 却骇然地发现 这里只有一地的硝烟 和数都数不清的鬼子碎片 这 这些鬼子 究竟是怎么嘎的 难道刚刚那些炮火 是对鬼子轰的 不可能啊 如此恐怖的火力 都可以堪比主力师团了 这里却一个人都没有 这时 苏晨和李二扛着武器出现 贤弟呀 你这居后坐力也太大了吧 废话 这是反坦克大局 专门用来打坦克的 你们是什么人 老五 他们就是刚刚那两个可疑人员 二位 你们到底是谁 这满地的鬼子碎片 是你们的手笔吗 你这不是废话 这里除了我们 你看还有别人吗 难不成是鬼打鬼 不可能 就你们两个人 怎么可能做到如此 坏了老卢 莫非 这是鬼子他们演的戏 就是为了引出我们 嘿 你这想法都能去写书了 你们难道听不出来 刚才的枪声井然有序 哪里像一个诗了 枪声 闻言 由机队成员 纷纷看向了李二手中的加特林 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 这位大哥 你使得这是什么武器 这么多枪管 从来没见过呀 莫非你们就是用这武器 将鬼子分解成碎片的 稀罕物 我去主力试探送信 都没见过这种武器 这应该是机枪吧 我这叫加特林 和你们那些破烂可不一样 我这可是谁冷的 一分钟能发千枚子弹 老李 你给我闭嘴 再对他们说这种话 我可找嫂子去了 我的错 我的错 习惯装备了 好了好了 赶紧打扫战场 咱们先回村 另一边 陈树莫在猪卫生员的精心照料下 终于是醒了过来 姑娘 这里是哪里呀 你终于醒了 罗队长已经去找你的另外两个朋友了 另外两个朋友 是陛下和先生吗 你叫什么名字 你们真奇怪 穿的衣服都不一样 叫我小成就行 你呢 大家都喊我小猪 我是这的卫生员 来 先把这碗鱼汤给喝了 你的身体很虚弱 这位小姐姐人美心善 真是一位白衣天使啊 越看越好看 我怎么感觉我失去的爱情就要回来了 触摸当要接过碗 去发现 我的手 怎么一抬起来这磨疼 听你两个朋友说 应该是摔到骨头了 那我来喂你吧 功夫不负有心人 爱情 爱情他又来了 不必了 让我来吧 太好了 你们来了 那我先走了 这个老灯 怎么不需要他出现的时候 他偏偏出现了 你小子 怎么了 一脸嫌弃的表情 朕堂堂大堂皇帝 亲自为你喝汤 你还不乐意呀 来 张嘴 与此同时 甲队长狼狈地回到了平方县城 甲富贵 怎么回事 怎么就你一个回来了 我儿子和梅西呢 归田掌关了 主力部队 咱们遇到了八路的主力部队 您儿子和梅西 他们现在 估计已经去见天皇了 什么 归田大佐文言 直接气昏头 别忘了 怀疗 老灯 感谢观看